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苦力节 那么苦力节啊 要最早期追逐到清末明初的时候 那么在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时候 由于鸦片战争启入了我国 至时很多老百姓都在吸食鸦片 也有很多人由于鸦片的吸食 而无法去劳动干活 甚至卖房卖地卖西去吸食鸦片 这时候有一个洋人来到了中国 看到了桑基 他的名字叫做约翰伐尔 他召集了中国大量的民工 以租载的名义 把中国大量的民工贩运到了外国的码头 去做苦力 而那个时候很多穷苦的苦力 没有办法想到外国去淘金 去挣钱养活家里人 所以被以高额的这个工薪啊 招走了 其实他们都上当了 被卖到了码头去做苦力 而在码头去做苦力的时候 很多苦力在使用绳子和杠杆 大家都知道在卸货的时候 由于绳子总是在杠杆上打滑 导致很多苦力被砸伤甚至砸死 而洋人绝对不会去给中国的苦力去治病 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猪仔 猪仔从来没把中国的苦力当人 一旦死了或者病了 不能工作了 不能劳力了 就把他们丢入海里 这个时候很多苦力就发明了 这样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苦力结 它是一个什么绳结 它是一个可以在光滑物体上固定的一个绳结 大家看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绳子 然后把两个绳子折双 用拇指和食指把它分开 分开以后 我们这一条绳子缠绕食指两圈 然后再缠绕拇指两圈 这个时候把中间后方的这个单绳翻转过来 大家看啊 翻转过来以后 然后我们中间的形成了几个绳圈 我们把它套在我们的杠杆上 找了一根杠杆 我们把它穿过去 穿过去以后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稍微的整理一下 大家看 整理过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苦力结 那么这个绳结啊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什么呢 它可以牢牢的抓紧在光滑的物体上 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杠杆还是较光滑的原木或者是铁杆 只要用这个绳结 一旦下方双绳受力 就可以牢牢的抓在上方 而非受力的时候 我们搬住下方 把这个单绳往下方搬 它可以在这根木杆上自由的调节 而下方一旦受力之后 它就会自动杀住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苦力所发明的一个杠杆防滑结 又叫苦力结 聚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那么我们不单是学习了这个绳结 也学习了一段历史 那个时候中国有多么懦弱 虽说我们中国现在强大了 习大大讲了 我们今天再不是一百多年前 惧怕洋人的中国人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杆硬了 武器也硬了 再也不怕洋人了 不像清朝末年的时候 慈禧太后 一听说洋人两个字 吓得都尿裤子了 这个强大的祖国 为我们带来今天美好的生活 那么这个绳结也讲述了一段历史 希望大家可以将这个绳结学习一下 如果家里想抬脚重的物体 用杠杆或者木杆使用的时候 怕它打滑 就用这个绳结锁紧 脚光滑的物体锁紧 绝对没问题 也有一个完美的名称 我给他写个完美的名称 叫做冰柱防滑节 也有一个完美的名称 看这个绳结合 看这个绳结合